大家好 这集后我们学习Android的界面开发中的 Shape 也就是形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hape的作用 这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截图 在这个截图里面 展示了几种不同类型的Shape 第一个虚线样式的Shape 直角矩形 以及圆角矩形 等等这些形状 这些Shape在我们Android的界面开发中 经常被用作一个按钮 或者一个UI空间的背景 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Shape的用法 是对一个开发者最基本的要求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Shape的概念 Shape它常用于设置UI空间的背景 它的用法里面包含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它的种类 第二个是它的一些基本的属性 Shape的种类分为 矩形 RectAnder 椭圆 横线 以及圆环类型 在我们上面展示的截图中 这里就展示了 横线样式的虚线 以及矩形和圆角矩形 那么Shape的常用属性里面的第一个 Solid 它表示纯色填充 它可以通过Android的Color值 来指定往这个Shape里面 填充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比如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实现圆角框 我们可以往这个圆角框内 填充一个纯净的颜色 比如说灰色 或者绿色 等等 当然这些颜色的值 在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 通常有UI设计师给我们提供 好 这是它的第一个常用的属性 Solid 它的第二个常用的属性 Stock 它是用来给你的Shift设置一个描边 我们可以通过Y子属性 来指定这个描边的宽度 当然这里我们的这个Y子 指的是这个线的厚度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第二个属性 Android的Color 来给这个描边指定一个颜色 比如在我们上面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Y子 来指定这个边线的厚度 以及通过Color属性来指定这个边线的颜色 比如这个实现圆角框的边线的颜色 是一个绿色 我们下面这个带有点击效果的这个按钮 它的边框的颜色 是一个灰色 那么这个颜色的值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ndroid的Color来指定 同时使用Stock属性的 DashWise和DashGip 可以很方便的将实现边框 转换为虚线边框 好 Stock是它的第二个常用的属性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它的第三个常用属性Pending 它表示包含这个ShiftView的四周空白的距离 当然这句话不好理解 等会儿我们在Android Studio里面 通过实际演练的时候 再来仔细体会这个Pending的作用 下一个常用的属性Size 它用来表示Shift的固有的宽高 但是在界面开发过程中 我们并不建议在Shift中使用这个Size属性 因为对于Shift来说 它的宽高并没有任何意义 当Shift作为一个View的背景出现的时候 这个Shift的宽高是姿势性View的宽高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给这个Shift来设置一个Size属性 好 下一个属性 Corner Corner表示这个Shift四个角的角度 比如我们上面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现圆角框 它的四周都有一定的弧度 它并不是一个90度的角 那么这个弧度到底是多少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orner属性来指定 再下一个长运的属性 Grindant它用来表示一个渐变效果 它的渐变方式有几种 第一个线性渐变 第二个镜像渐变 第三个扫描线渐变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扫描线渐变的效果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渐变加部分云鸟框 这样的一个按钮 它就是使用到了扫描线渐变 好 基本概念就讲到这里 我们还是打开Android Studio 通过代码来演练一下Shift的用法 首先我们尝试最简单的一种Shift 实现的Shift Shift在我们代码中的体现 通常是一个XMR文件 如果我们希望创建一个 非常方 如果我们希望创建一个Shift的话 我们需要在Jubert文件夹下面 新建一个XMR文件 JubertResourceFile 然后注意在它的根元素节点里面 我们需要把它修改为Shift 然后我们给它定一个名字叫LineShift SRAP 好 Shift它的一个Shape属性 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为Line 表示一个横线 那么它的横线 我们可以来指定一个Stock Stock属性 StockColor 我们给它指定成一个Android的Color 红色 或者黑色也行 黑色吧 好 设置完颜色之后 我们还需要给这个 线性的Shift设置一个宽度 注意我们这里的宽度 是指这个横线的厚度 而不是指这个横线在横向上的宽度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厚度的话 我们就给它设置成EPX 方便我们观察 好 完成之后 我们在Activity对应的XMR文件里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Button Button的高度 我们设置成50DP 然后给这个Button设置一个Background 然后把我们所编写的线性的Shape 给设置上来 设置的方法 给这个Bloggeron设置成DrawableLineShape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个Shape 和一个UI空间的关联 我们点击Design 看一下预览的视图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Button的中间 显示一个横线 好 完成之后 我们运行一下 在模拟器里面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按钮 它的背景多了一个黑色的横线 那么如果我们再在这个按钮上 设置一个文字 比如说叫登录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就会发现 有一个黑色的按钮 显示在这个登录的背景界面上 好 那么这就是线性Shape的用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尝试 把这个实现的Shape 转化成一个虚线的Shape 转向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在这个Store上面 添加一个 DashWise属性 DashWise是指这个虚线的 线段部分的宽度 我们给它支撑10DP 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它指定一个DashGap DashGap是指这个虚线里面的 隔开的这部分的宽度 我们给它设成5DP 方便我们观察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改成红色 好 完成之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虚线的效果 好 正在安装 启动起来之后 我们打开模拟器 好 但是这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的模拟器上显示的是一个实现 并没有显示我们想象的虚线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默认的Android的系统 在4.0以上的版本 它打开了Activity的硬件加速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Xmer文件来实现一个虚线 它是不会显示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Activity对应的 硬件加速关掉就可以了 那么怎么样关闭它呢 我们可以打开Manifest的文件 找到注册这个Activity的位置 把它的 硬件加速功能设置为Force 这样就行了 就相当于我们已经关闭掉了Activity的 硬件加速功能 那么我们再来运行面看一下 我们的虚线有没有显示出来 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如果我们把Activity的硬件加速功能 关掉了的话 那么是否会影响我们Activity的一些 响应速度 运行性能呢 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的同学 我们可以把这个Activity的硬件加速功能还是给它打开 但是我们可以设定单个的View关闭硬件加速功能 那么怎么样关闭呢 我们可以首先给这个Button添加一个ID ID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 然后在Activity里面获取到这个Button的引用 然后给它设置一个LayerType LayerType就是图存的类型 那么这里我们给它设置成 使用软件模拟 而不是使用硬件加速 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 只针对这个单个的UI空间 关闭掉了它的硬件加速功能 好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这个虚线能不能显示 好我们再打开模拟器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的虚线还是一样的能够显示 也就是说虚线的设定 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来解决它的 4.0音响的系统关闭硬件加速的功能 第一个是通过把这个Activity的硬件加速功能 给它关闭掉 第二个是通过获取到这个View 设置这个View的LayerType 来关闭它的硬件加速功能 好那么这就是虚线的用法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矩形Shape的用法 首先我们还是这样 创建一个 Jourable文件 这里我们给它 添加一个名字叫 RectShape 表示它是一个矩形的Shape 注意它的根元素我们也会给它设置成Shape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Shape指定为矩形呢 主题下的淡红色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添称为淡红色的一个Shape 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个Shape关联到一个 UI空间上面来呢 这里我们再创建一个Button Button的高设置为50TB Test我们给它指定成注册 然后同样的通过Baggrunder 给它关联成我们刚才创建好的RectShape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RectShape的和一个View的关联 我们通过预览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注册按钮有一个红色的背景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矩形四周是一个直角的矩形 这样不是很美观 那么我们怎样给它指定一个边角呢 我们可以通过Corner属性 Corner属性有几个值 首先它的第一个值是Radius Radius是一个半径 也就是说四周圆角的一个半径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来指定一个CDP 好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注册按钮它的四周就有一个半径 但是这个时候它的四周的半径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希望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圆角 但是下面是直角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指定它的上下左右的Radius 分别指定 比如说上面的上面左边的Radius 我们给它设置成10DP 上面的右边的也设置成10DP 但是下面的左我们设置成0DP 然后下面的右同样设置成0DP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种 上面有圆角矩形的效果 但是下面是一个直角 类似于这样一种效果 好这是Corner属性的用法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边线的填充 边线的填充是通过它的Stalker属性 Stalker属性刚才学习横线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它的Color我们就给它指定为蓝色吧 Blue 淡蓝色 然后它的厚度 注意这里的外子是指它的边线的厚度 而不是指它的宽度 外子我们给它设置成1DP 好我们再预览一下看一下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注册按钮的这个边缘 有了1DP的淡蓝色的线在上面包围过这 好那么如果我们希望这个边线能够改成虚线怎么办呢 同样的 类似于横线的虚线使用方式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DashGap 10DP DashWise 20DP DashWise是指虚线的线 DashWise是指虚线的线动部分的宽度 DashGap是指虚线的间隔部分的宽度 好完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边线变成了一个虚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下Shift的另外一个属性 Grandant渐变 比如说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希望这个按钮 上半部分显示的是一种颜色 下半部分显示的是另外一种颜色 然后这两个颜色从上到下逐渐的过渡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实现呢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Shift的Grandant属性 首先这样的话 Tap我们给它设置为线性过渡 然后它的Start Color表示它的骑士部分的颜色 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红色 然后中间的部分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置成绿色 然后结尾的部分 我们给它设置成蓝色 00F 然后它的骑士方向 Anger Anger这个方向怎么算呢 方向是按向右为0度 向上为90度 那么我们希望它是从上到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它设置成 270度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线性渐变的代码背写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从上到下 依次由红色变为绿色 再变为蓝色的这样一个渐变的效果 好那么这就是Grant的线性渐变的用法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镜像渐变 镜像渐变的概念 是从某一个中心点为位置 向四周进行一个圆环性的发散 它和线性渐变的发散方式不同 好那么怎么样使用镜像渐变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的type修改为radio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个渐变的半径 比如半径我们给它指定20dp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预览一下这个注册按钮 它的镜像渐变的效果 我们可以发现从它的中心点位置开始 依次为红色向外发散成绿色 最后发散成一个蓝色 因为它的半径只有20dp 所以它只覆盖了20dp的范围 如果我们希望它覆盖更大的范围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改成更大的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200dp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渐变就会变得更大 好那么这就是镜像渐变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扫描线渐变 扫描线渐变只需要把这个type改成sweep就可以了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渐变变成一个扫描线渐变的方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扫描线渐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这里注意把这个hit改成200dp 方便我们观察扫描线的效果 我们点击预览看一下 扫描线渐变是一种这样的效果 那么它具体是怎么样扫描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这个扫描线是指从这个中心点开始 向右侧 这个位置出来一个线 这个线围绕着这个中点进行一个 顺时针的扫描 这是它的半径进行扫描 应该是这样一个扫描方式 在它的扫描开始的时候 它是红色 扫描到中间的时候 它是绿色 扫描到最后的时候 它又变成蓝色 意思进行这样的一个旋转 那么这种扫描线渐变有什么作用呢 在一般的渐变开发过程中 这种扫描线空间的使用频率可能不太高 但是有的时候又必须得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类似于 GPS定位的这样一个雷达扫描的功能 基于社交的寻找附近的朋友 那么这样的一个自定义空间 我们使用扫描界面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它的最后一组属性 Pending和Size 这两个属性在我们通常的界面开发中 并不会使用到 而且也不推荐这样使用 但是我们还是了解一下 首先它的Pending属性 Pending属性并不会改变它的 首先我们来给它Pending设置一个Lift 等于50DP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 它能够影响什么东西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给它指定了一个Pending属性 同时我们把上面的这个渐变删掉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Pending到底影响了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预览 我们发现 这个Pending并没有影响什么东西 对于这个注册按钮来说 注册这两个字还是显示在中间 而且这个按钮离它的复布局 也没有什么的50DP的距离 好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样观察它呢 我们注意 我们给外层的这个LinearLt设置一个Background 来引用我们的Rect shape 然后我们把这个 注册按钮的这个Background删除掉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这个Pending属性到底影响了什么 我们点击一下预览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根部局LinearLt它的背景是一个红色的背景 然后在这个红色的背景里面 这个注册按钮本来应该是Mutiparent的 但是它离左边有了一定的距离 离右边也有了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对这个shape设置的Pending属性 实际上是给这个shape所关联的这个界面空间 设置了一个Pending 也就是我们这里 当我们这个LinearLt的背景 设定为这个Rect shape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shape里面添加的Pending属性 最终和我们在这个LinearLt里面 直接添加的这个PendingLift和PendingRect的属性 影响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就是Pending的用法 好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size属性 size属性有两个值宽和高 这里比如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宽和高10dp 但是这样的设置并不会有任何意义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我们这里给它设定的宽和高都是10dp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界面元素 使用这个shape的时候 这个背景为红色的这一部分宽和高只有10dp呢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背景还是整片的都是红色 并不是一个宽和高是10dp的背景 那么既然是这样 这个size属性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这个size属性并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只不过当我们通过Java代码 获取到这个shape drawable对象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shape drawable.getinstring的head和instring的white属性 来获取这个的值 但是通常情况下 这两个值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也不建议在shape里面使用size属性 好那么到此为止 这一节课关于shape的用法就已经讲解完了 大家下课之后 把我们这一节课所讲的内容自己动手引领一遍 下节课我们将学习状态选择器selector的用法 好下节课再见